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6号 欢迎来到喔 严希的盘后碎碎念时间 今天的节目名称有看到就是 各位 您回神了吗? 你可能很好奇说 严希今天台积电喔 不过是昨天破底 今天才稍微反弹一些 你就问我回神了吗? 重复一次喔 昨天台积电是被谁袭击? 他的内部的一些信件吗? 说要休息嘛 对不对? 不过呢 今天看起来有回神喔 好 那台积电呢 我节目上已经讲了蛮多的 技术就是技术 好 那你现在看到是什么? 道琼 道琼你现在看到了吗? 都已经反弹快要3000点了 都已经反弹快要3000点 台股太扯了 为什么? 他比日股还弱 比韩股还弱 然后呢 跟道琼怎么相差一个天壤之别 有天壤之别 可以看到 道琼都反弹3000点了 就像节目我讲的 美国就是这样 很喜欢在 国际上面一直放话 为什么台股这波跌的比较凶 也是因为美国说什么?晶片法案嘛 那为什么?他们自家没事勒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他们现在自家没事 每次都是放火然后烧别人家 然后自己家就涨上去 包含道琼 这波已经反弹快要3000点了 那费半呢 也大概快要15个百分点了喔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 台股没有这么差 我等下再慢慢来跟大家解释 来 15 15了 已经反弹15%了 好台积电我在那个节目上有讲 大家可以去听 好的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比较明显的族群 也就是我上礼拜 已经跟大家提醒的什么版卡 记得吗?我上礼拜的节目讲得很清楚 版卡 好 那你会发觉 颜希你最近不就讲载版吗? 你怎么都最近很爱板子 不是讲载版 就是讲版卡 你如果仔细回去听我的节目就是载版 版卡 版卡 载版 3189 好 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勒? 我说后这个族群 这两个族群今年应该是回落超过6成到7成 回落非常深刻 是公司真的有这么差吗? 公司真的有这么差吗? 这里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今年台股到现在已经快要回落6000点 你说年初的时候你会害怕 那我可以相信 大概那时候18000嘛 但是现在呢台股呢 已经回落6000点 你在这里还说很害怕 我就会有一点打个问号 我就会有一点打个问号 好 然后呢再来 年初的时候 你看到载版的股价来 257 你光看紧缩这一支 257 现在都回落到87了 3037 一样 261回落到106 8046也一样 600 斩腰斩再腰斩 有看到吗? 但是真的有这么差吗? 所以我为什么我近期跟大家讲 盘氏还没有非常明显的给你看到落底 BUT你一定会先看到族群慢慢在主底 这是我节目都有讲的 重复一次族群会慢慢慢慢在主底 当族群慢慢慢慢在主底 而且之后呢 会一个族群再带一个族群 一个族群再带一个族群 那个连锁效应出来盘就整个会上去了 所以 重点是什么? 所以后各位一定要有先见之明 不要每次等新闻出现了 行情启动了 对啊 新闻后媒体常常很喜欢有这种标题 台股的行情启动了 台股的行情是不是要起飞了 当时如果你看到这种标题 台股可能已经反弹1000点以上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为什么后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 在这里你反而要省心把公司的价值 看出来 我不是要告诉你 你现在我知道这一波有些人是自己套下来 就像包含前两天后我再解的像什么 翔硕啊 对不对 前两天在讲的 还有一些股票啊 是高点套下来 但是你现在要去检视你手上这些股票 的产业前景有没有 产业前景有的话后 他的反弹来 你就要去干嘛期待他反弹 期待他反弹以后再来看什么 压力在哪里嘛 然后呢 后续的前景跟后续的营收获利有没有灌进来 其实做股票真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 而不是一下子马上登天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希望大家就是花时间在产业研究 就包含你可以看我宰办可以讲这么久 也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 很多人都好奇 延熙三雄里面你很喜欢做锦硕士啊 今年我也不知道做几次了 为什么勒 因为他是里面ABF里面扩产 今年最凶的公司 最凶喔 ABF 那大家也要知道栽办里面ABF是毛利率最高的 是毛利率最高 那换句话说 他的竞争力是不是就提起来了 是 那再来呢 傅爸爸也会雇他小金基也 小金基也很赚钱 所以他小金基就是那个金硕 就是做什么 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也是会赚钱 其实这个后就要讲到他傅爸爸的一个概念 就是合硕董事长 同董事长 为什么勒 他从很多年前就有感受到 电子股 毛三毛四那种很不好的前景 毛三毛四 所以他开始要跨什么 衣材 衣材你要知道隐形眼镜嘛 就是跨衣材 他开始要往高毛利 高毛利的产业去触角延伸 这样才可以让他整个集团 比较有前景 所以我常说 看一下公司的老板的眼光 然后呢看一下产业做的有没有竞争力 这就是很重要的嘛 好 那当然你现在看到台股已经回到这里 那2330的今天有涨 有没有 有看到 那这个价钱呢 我有跟会员讲 会员应该也看到了 颜希有讲 近期的支撑在哪里 目前你可以马上验证 就是大概这个价钱 哇 颜希 之后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为什么 因为呢 颜希之前节目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哦 会员都知道 老师 你大概看 看的价位就在这附近 是啊 好 那这礼拜还有什么大事 我们来看 像 呃 昨天比较快的是美国那个可口可乐 哦 国际消息就是美国可口可乐呢 出来告诉你他的营收很好 那可口可乐的财报优于预期 这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 来 换句话说就是 哎 现在不是高通膨时代吗 大家都缩减消费支出 那可口可乐怎么还是卖的这么好 那是不是另外一个想法是 即便高通膨时代 我爱喝可乐的还是喝 我生活的基本支出还是要开销 这样了解吗 生活的基本支出 日常的必要花费 哎 我还是一样啊 没有变啊 再来呢 通用汽车也告诉你 哎呦 我的财报一样优于预期哦 那你要知道 通用汽车是美国非常大宗的一个汽车集团 好他的财报可以优于预期 那你是不是显示汽车产业其实利润很好 今年后受到晶片的缓解 相对他的利润是比较有弹性的 对 所以呢 产业有这么差吗 没有嘛 所以我一直说看回来 你就觉得台股非常非常的弱势啊 为什么弱势就是 地缘政治 这个就是政治昨天讲完了 政治跟经济加起来是无解 是无解啦 好 那所以呢 我现在讲了这些数据 我是希望大家后对近期的台股要开始要有信心 再怎么样后过年要到了 过年要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的红包 后先要先看看明年的红包可不可以爆出去 那我今天呢 后会拿一些比较 呃 不一样的股票来给大家后分享 那这个股票呢 其实 呃 不是来 这个股票在这一个位阶 就是延西特别帮大家找的 什么勒 来 你现在看到台股是不是回了 快要6000点 好 很多人现在 很多人现在要找什么 跌破 10年线 什么叫跌破10年线 这10年的平均价钱他都跌破了啦 好 那好啦 跌破10年线又还要分什么 你要知道这家公司股价跌破10年线又分什么 他的营收获利要不要好 要啊 营收获利要好啊 我今天我已经有帮各位选出来一下 但是我跟大家讲10年线的重要性好了 来10年线就我们旧网的经验来讲 你10年线附近的公司 10年线以下股价的公司 你你买下去做投资以长线来看长线哦不是短线哦长线来看都是会有一波非常漂亮的涨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近期节目一直跟大家讲后你网路泡沫那一年跌完了以后呢记不记得走了多久7年的多头对2008金融海啸那一年了半年跌了快6000点嘛 然后呢7年的大多头12年哦2008到现在是12年的大多头哎呦那你要去看的是今年已经跌一年了重复一次今年已经跌一年了你要去看的是我现在眼光要长远很多股票后很多的股价已经跌得非常非常惨了啊为什么勒有时候是受到什么风狗浪风狗浪如果你常听我节目你就知道风狗浪就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哦就像你去海边钓鱼好了 明明浪花是这样一潮一潮一潮来可是风狗浪就会突然这样排他过来啊股市有时候难免会遇到风狗浪为什么勒 所谓风狗浪就是你有一些公司明明获利很好营收很好结果呢现在明明就不该他跌了他还在跌就是这个概念好我再讲回来我又不好意思拉出去这个节目后题外话很多很喜欢跟大家聊天 所以我才会取那个后颜希碎碎念啊你就听一下我碎碎念好了10年线附近然后呢我筛选了几家后营收非常好的公司那我这里呢分享给粉丝几家来3189 近期我讲了3189就是跌到10年线以下啊啊我买的价钱我也讲的很清楚90附近对不对好3189再来呢3406来我先分享这两家给大家郁金光总知道了吧光学镜头除了大力光以后 第二龙头第二把交易就是他了吧那我先分享这间这两间给粉丝那当然之后的呢我就留给自己的会员了好那如果后想要再多听一点想要多了解一点后记得每天的节目要收听然后呢每天朋友的影音也要收听而且要不要脸色帮演戏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呢就一样明天后再继续今天呢先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拜拜 华冠头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动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自导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顾111今晚头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